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 侵袭性B型嗜血感菌感染症的确定病例 她是南部80多岁女性 是机构著名 而这种感染症病菌最长 从鼻咽部侵入体内 潜伏期大约是2到4天 另外还出现了今年首例的 肠病毒重症个案 是南部一名7个月大的女婴 感染的是肠病毒克杀期A实行 还有一名3个月大女婴 她先确诊了新冠肺炎住院 出院之后又确诊感染白日咳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肠病毒重症个案 是家住南部的一名7个月大女婴 3月中因为流鼻水咳嗽到诊所就医 没想到两天后出现发烧 呕吐口腔四肢有小水泡等状况 收治加护病房治疗 经检验后确认感染肠病毒克杀期A实行 特别是说5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有出现肠病毒的症状 那一定要在这个一周内要注意看看 有没有并发重症的一些征兆 而同样是今年首例这位确诊为 侵袭性B型嗜血感菌感染症的个案 为南部80多岁女性是机构著名 日前有发烧胃寒等症状 疑似拜血症收治住院后 检验确诊所幸目前病况稳定 而这种感染症一般传染途径 包含人与人直接接触或吸入 含有病原菌的呼吸道分泌物为例 最常从鼻咽部侵入体内 潜伏期大约有2到4天 5岁以下没有常规接种的疫苗的儿童 或是65岁以上的 高风险的一个民众可能会产生 比较严重的一个后遗症甚至会死亡 此外国际白日咳疫情升温 台湾也出现今年第二期白日咳确定病例 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女婴 她先在3月初确诊新冠肺炎而住院 后来出院又发烧剧烈咳嗽 再次就医确诊为百日咳 疾管署提醒家中婴幼儿 要按时接种相关疫苗 才能获得足够保护力 接下来刘据黄明胜台北报道